各位家在研究生命的时候意外发现一件事 生命是由细胞所组成的 所以在研究生命的本质的过程 就会顺便发现生物是由细胞组成 那细胞有什么特质 生命就有什么特质 所以在追求生命的本质的过程 就必须追求细胞的本质是什么 就研究细胞了 那细胞的研究史 我可以知道好久以前 像我们这边提到 16世纪有位科学家叫詹森 他跟他的爸爸一起合作 设计创造出人类第一个 富氏光学显微镜 照片在下面 那我先定义一下什么叫 光学富氏显微镜 光学就是用光来看 用光作为灯源 是这样光学 富氏是指 里面的透镜不是只有一个 是两个或三个或四个 是负数 后面要加S的 所以叫做富氏 是多组透镜的意思 所以然后你只要听到 富氏显微镜 代表他的透镜不是只有一颗 有好几颗 那如果你听到单式显微镜 只有一个透镜 很单纯 好 那这个显微镜 是最早发明出来的 倍率不尽 只有十倍 细胞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只能看一些组织 或是叶子表面等等 这是詹森跟他的爸爸 16世纪 好 那随着年代往下降 一定要提到他很有名的科学家 英国的虎克 虎克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你们在国中已经学过他 他提出虎克定律 就是形变程度跟失利有关 你们是不是这样称呼的 所以形变程度 存在一个系数 你们这个系数叫弹性系数吗 还是叫形变系数 弹性系数 以后这样的虎克定律 我们生物以后会学到 会用到的 形变程度会跟失利有关 好 可是在这边 我们倒是描述他另外一个成就 他发明创造制造出这个叫富氏显微镜 非常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照片 长这样子 哇 好漂亮哦 这还有油灯 这边还有水 当做透镜 所以标本放在下面之后呢 这个光线会聚焦 所以他有照明设备 你看外面好漂亮哦 开玩笑 人家虎克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他做出来的东西 叫漂亮亮的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在台湾相当于中央研究院院士 社会利率也很高 他就发明的那个富氏显微镜 他又是很多镜片 然后看了很多有的没的 看叶子啊 看纸张啊 看软木塞 把他看到东西画起来发表 这本书叫唯物图字 micrographia 在1665年发表 就是这本书 唯物图字 micrographia 下面还有次标题的 这张照片 就是每个课本喜欢放的 他去切软木塞 然后一看 哇 里面一个一个一个的 他就称他叫做 Cellula 这个字呢 后来就变成Cell这个字 其实 他是英国皇家学会员 当然是选这个 比较专业的字 这两个字其实是一样通的字 他会选Cellula 来发表 可是我知道就是Cell 所以我们科本都说 虎克他最早看到细胞 并且提出细胞这个字 我跟大家说 虎克并没有细胞的概念 不要被这个说法蒙骗了 因为Cell这个字本来就是指一格一格的构造 我举个例子 你们有没有用过Office系列系统中的Excel Excel 为什么它叫这个名字 因为打开一堆格子 有发现 你可以填数字填什么的 它就是一堆格子 所以叫Excel Cell本来就是格子的意思 跟细胞没有关系 好 再举个例子 早期的监狱 一间一间的牢房 可不是Room 第几号房 是用Sale 一格一格的房间 Sale 101 我住101牢房 所以Sale在那个年代 本来就是一格 所以虎克一格一格一格 他自然就会说 一格一格的Sale 很合理 他并没有细胞的概念 所以他只看到细胞病 后来科学家说 我发现细胞 跟虎克看似有关 他知道它为Sale 细胞用Sale这个名字来称呼 不错呦 就用这个字来称呼 细胞了 虎克还没有细胞的观念 他只是看到 一个一个的东西 以上是虎克的东西 他的这个 漂亮的显摩镜 放大倍率 也约100倍 其实细胞也看不清楚 因为植物细胞很大 再加上只有细胞病 他才看得到 一般的动物细胞 100倍 其实还是有点模糊 他看到的细胞病 就是他所说的Sale 好 随着年代往后走 这个科学家叫雷文霍克 其实他不是科学家 他是平民百姓 荷兰人 迈步的 手很强 他平常迈步之外 他还有一个业余的爱好 他喜欢磨透镜 他的手非常强 因为织布 他磨的透镜 趋光度非常的好 所以他制造出来的显微镜 很简单 叫单一式显微镜 这边是个透镜 箱在这里 然后前面这边有个针 上面放标本 然后把这个铁片对了阳光 用阳光当分源 就像看 好 那给大家看一下照片 大概长这个样子 就一个铁片而已 我只是平民百姓 我没有这么多钱 拿个铁片打一打 我磨的透镜 下上去就可以看了 所以很阳春 对吧 可是因为他的透镜 磨得非常好 他的倍率可以大到 两百七十倍 所以各位真的了解一件事 不要以貌取人 你看这好漂亮哦 一百倍 你倍率再放大 看不到 因为他的镜片比那么好 哇 好阳春哦 怎么那么普通啊 两百七十倍 好 这是第一个 倍率比较大 第二个呢 雷王后克不是只有倍率大 他什么都来看 除鱼 磁水 大便 精液 尿液 就来看 所以他看到了细菌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细菌的科学家 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人类精子的科学家 虎克呢 都没看到 这边这个故事我交代一下为什么 第一个虎克的显望性倍率不够的 第二个虎克不愿意看大便尿尿跟精液 他只看纸张暖墨塞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大科学家 看那些会物有录斯文 他有藕包 所以虎克不愿意看那些炸乱的东西 才會看到比較明顯的頭部 所以他的顯示性其實還是不夠 可是他就說 我看到有小人 真的好奇怪 那個小人沒有臉 因為必須跟卵結合之後 媽媽的卵跟爸爸的精子 共同決定他的臉 所以我可以解釋 為什麼小孩會又像爸爸又像媽媽 哇 好棒喔 當時的科學家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反駁他 請問你看過精子嗎 我看過 你看過 我講話 發語權 所以為什麼科學家都要衝第一個 因為第一個才有發語權 我看過 我講話 才大聲 你沒看過 你沒辦法推翻模 這是雷文霍克跟虎克的故事 當雷文霍克過世之後 他磨晶片的能力沒那麼好 所以中間有一段瓷子 一直到很棒的工具 我們用機器來幫忙磨晶片 所以一直到十八十九十一 我們顯微性才會越來越好 讓科學家繼續觀察這些很小的細胞 所以我們先介紹到雷文霍克這個年代 雷文霍克跟虎克是同一年代的歐 一項可不omas 你不可愛嗎 就是讓我們千萬一